悬挂在半空中还能清理走肉的女人你们见过吗 而且在清理的间隙还将自己救了下来 再次起身的她直接将所有的走肉放倒 听到声响的众人直接赶了过来 随后他们连夜赶回了亚历山大 因为卡妈在刚刚的意外中也受了重伤 不过此时的医生从十人头事件后就开始晕血 幸好在那之后亚历山大又发现了一个学医的幸存者 面对刀妹的询问 副手也为医生打起了掩护 刀妹看出了医生的不对 她第二天也找到了医生 医生表示自己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来忘记那天的事情 刀妹离去后副手也上前安抚医生 并特意带来了沉酿让她放松放松 但在交谈的过程中医生总感觉副手的唇语有些许的熟悉 但她并没有在意 因为现在自己的精神状态已经出现了问题 另一边的尼根在外面也守了亚伦整整一夜 回到亚历山大的亚伦继续一如既往的教学战斗 但路过的利迪亚却被其中几人嘲讽 她并没有多说什么转身离去 利迪亚独自来到尼根的身边 因为尼根经常开导她要用善良宽恕他们 每次利迪亚焦虑的时候都会被尼根安抚 但努哥并不觉得尼根的狗嘴里会吐出什么好东西 他的本意是保护利迪亚 但利迪亚并不觉得尼根有什么问题 见此利迪亚也不再忍了 他直接来到三人吃饭的桌前 随后当场解剖起了野兔 几人见此也愣在桌前 利迪亚一个字都没有说 只是比出了一个爱你的手势 但利迪亚没想到三人一直跟踪她到深夜 在一处四下无人的地方打算对她出手 他们并没有打算杀掉利迪亚 而是将她一顿殴打后准备做一些不是人的事情 男人刚要得手 尼根就突然出现在几人身后 她将几人放倒 然后用身体护在了利亚面前不断安抚 但此次尼根失手送走了其中一人 闻声而来的众人再次将尼根送进了牢笼 利迪亚被送到医务室后努哥上前询问 他告诉努哥 如果不是尼根自己现在可能已经不再认识了 利迪亚想起了自己的爸爸 因为生前他的爸爸会不顾一切地保护自己 事后努哥找到了尼根 尼根对努哥的到来很不屑 因为他知道努哥是来心事问罪的 尼根并不觉得自己做的有任何问题 他不但没有做任何常误 而且还对达里尔直接说道 努哥并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告诉他外面的所有人正在准备召开委人会处死他 但努哥转眼就联系到了赶往山顶寨的刀妹 虽然他没有告诉尼根自己的想法 但是他告诉了刀妹 这次努哥表示自己站在尼根这边 刀妹并没有做出评判 因为自己现在无法赶回亚历山大 明天的委员会刀妹叫努哥代替自己投票 因为刀妹曾经说过他很信任努哥 信任努哥看人的方式 此时的加百利正在盘问两人事情的经过 但他们说出了另一个故事 感到会场的努哥见所有人正在争论不休直接开口 此时最后一票的压力给到了加百利 但他表示让所有人给自己一天的时间考虑 本以为地狱者的事情会就此缓和 但其实亚历山大只是教训的开始 山顶寨这边的西节听到声响迅速赶了出来 到场后一棵大树已经将围墙砸倒 所有人立刻出门清理走肉 因为树下还压着他们的朋友 但此时的走肉越积越多 他们只能选择暂时撤退 可他们没想到的是 大门刚关上的那一刻 走肉就将围墙直接推倒